殿前太尉陈宗善在圣上面前揍了一本 要去梁山招安 我想让你跟他一同走一趟 你要见机行事 让陈宗善上梁山无功而返 空忙一场 小人明白 无心机宋江镇不住梁山 无手段宋江坐不稳大哥 可宋江的心机手段 较之大宋朝廷上的大佬们 可谓小乌见大乌 看够了光明哥哥的小姐俩 我们将解说升级 直接来到赵官家面前 领略一下大宋官员的语言艺术 按照上朝的基本流程 赵官家本着有事赶紧说 没事赶紧撤的基本原则 命御前发言人吆喝了一声 有没有急事 急事是不是正事 正事你们能不能办 不能办我养你们有啥用 只是今天的御前会议 还真有一件办不了的真事 急事 梁山坡宋江等贼寇 功成克服 杀我官员 抢我银梁 祸及四方 咱是不是商议一下 或者您直接前纲独断 派军征讨 直接灭了这帮严重影响 社会治安 嚣张挑衅朝廷权威的贼寇 赵官家一听汇报 立马来气 并迅速找到了发泄对象 我说高爱卿 我安排的工作 你落实没落实啊 被领导点名了 高太尉赶紧站出班列 给出回应 启奏陛下 臣为征讨梁山贼寇连日奔忙 现已军马梁草齐备 不日即可出征 一不留神 高求同志又为我们上了一课 尚未办出结果的工作该如何汇报 明白回答 当然不行 欺瞒领导更不可取 那就强调工作的积极开展 强调工作的万事俱备 并追加说明工作完成的大致期限 注意是大致期限 一定要给自己留够闪转腾挪的空间 当然了 如此回答后领导可能还会不满 正如此时的赵官家 今年元宵之夜 宋江贼寇大闹东京 现在又滋扰州府 你身为殿帅府太尉 本该为朕分忧啊 面对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向高求同志学习 为臣忠心可昭日月 正讨梁山贼口 臣将亲自率大军前往 不要态度 不要决心 别怕受麻 更不要在乎所谓的羞耻心和自尊心 成年人谁还在乎这玩意儿 现实就是现实 包子贵 但就是比馒头好吃 会议进行到现在 也只出现了一个声音 那就是派遣大军 争讨梁山 可这是朝廷啊 这是人精汇聚的地方啊 怎么可能一团和气 何中共气 御使大夫崔敬 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 陈文梁山坡贼寇 在山上树有一面大旗 尚书替天行道四个字 作为他们的招呼 又极力讨好福尽 周县百姓收买民心 现如今民心已福 朝廷却以兵刀相向 恐怕非为上策 到底是丞相的副手 到底是监察部门的一把手 崔敬同志虽然明确反对朝廷派兵争讨 但人家的立场和站位绝对没有问题 注意崔敬的用词 替天行道只是梁山打出的虚伪广告 民心归服的原因 也只是梁山讨好百姓收买人心的必然结果 可既然梁山已经努力改变了 黑恶势力的外在形象 我们在派兵争讨 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崔敬同志这段话的精髓 就在于恐怕二字 兼顾了语言的谨慎性和自保的必要性 行了 既然反对声音出现了 接下来的会议自然要进行到辩论阶段 接下来有请朝廷真正的大佬 大宋奸臣的楷模 蔡敬同志登场 于史大夫崔敬所言 是为肃井昭安的老调 盗贼滋事 朝廷便去昭安 尝此以往 天下效法 必招之四方盗贼风起 国将不国呀 请圣上明察 朝廷上想要进攻别人 有一个较为便利的办法 那就是将对方和获罪官员扯到一起 崔敬虽然并未名言昭安建议 但只要崔敬反对朝廷派兵 蔡敬就能借此扣上一顶追随罪臣脚步的帽子 其实站在朝廷的角度 蔡敬的观点没有毛病 放置任何时代 盗贼姿势的首选应对办法就是严厉打击 就是派兵征讨 朝廷昭安良山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 必定会让其余盗贼心生侥幸心理 如此发展下来 自然就会出现蔡金所言 盗贼风起国将不国的被动局面 蔡金结束辩论 对方变手 时任殿前太尉的陈宗善登场 对方变手的观点 我方不敢苟同 盗贼姿势 派兵镇压自然是首选 但具体情况更应该具体分析 就当前的局势而言 辽国旅贩边关 朝廷兵马本就抵挡不及 如果在分兵前往征讨梁山 更会让朝廷内外交困 所以我方观点是 朝廷可顺水推舟 差议员大臣携御酒诏书 去梁山好言抚慰 赵安受想封给官职 再遣去边关抗击辽兵 这样内戏干戈外遇敌口 岂不两全其美呀 想当初东盛神州 傲来国的花果山上 也有这样一位 公然挑衅天庭权威 打出齐天大圣招惶的侯金 玉皇大帝就是这样安排的 天庭尚且如此 大宋朝廷比天庭还牛 辩论双方的观点陈述完毕 决定权再次移交到 赵官家的手中 对于赵官家而言 什么最重要 攻城克服 杀我官员 抢我银梁 祸及四方 那都是小事 最起码不会威胁到 赵官家的皇权统治 敌国范边可就不一样了 弄不好就得把赵官家给俘虏了 所以 陈太尉的话 可算是说到了赵官家的心底 赵官家会有何种态度 可想而知 爱情言之有理 朕 派你前去梁山昭安如何 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如此大好的立功机会 陈太尉自然不会放过 赶紧给出回应 陈愿前往 调子定好了 其余人再想发言就没机会了 高求蔡经等人还想再敬言 赵官家大手一回 帘子一掀 退朝走了 只是朝代末年 哪有忠善之臣 能斗得过坚定之臣 朝堂上斗不赢 私底下在出手 退朝以后 高求立马对自己专门培养的 奸臣苗子 李渔侯进行了安排 殿前 太尉陈宗善在圣上面前揍了一本 要去梁山昭安 我想让你跟他一同走一趟 你要见机行事 让陈宗善上梁山 无功而返 空忙一场 千百年来 表面的角逐 永远都只是表面功夫 真正要命的对决 只会发生在背地里 当朝搏倒陈宗善的奏琴 也只是暂时压制昭安声音 破坏陈宗善的梁山之行 才能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既能破坏昭安计划 又能扳倒立主昭安的骨干力量 和高求一样 蔡经也打算在陈宗善的昭安小组中 安插一个自己人 用以破坏昭安计划 晚上 蔡经召来陈宗善 来了一次心灵疏导和灵魂教会 先明确对方的工作计划的基本原则 然后才能给予针对性劝说 才能顺利成章将自己的人 安插在昭安队伍中 上级领导问话 尤其是问及外出公干的相关问题 一般都有回答的固定模式 越官方越好 越积极越好 依据这个原则 陈太尉给出了回答 好言安抚 以诚相待 是其归顺朝廷 立国立民嘛 蔡经一听 昭安工作要是这么容易 我的人还怎么进入昭安小组 不行 我得强调昭安工作的困难 以此去梁山 对付的是一群顽匪刁民啊 岂不知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一日成匪 万劫不复 鸟朝安 谈何容易啊 注意 领导强调某项工作的困难程度 绝不是为了吓唬你 而是为了给出自己的指导意见 所以但凡遇到何种情况 你应该立马摆出一副 懵懂的样子 虚心请教 领导 我还年轻 工作经验不足 您要是能指点一二 我就受益无穷了 依您看 这件事怎么办才合适 行了 蔡京等的就是这个态度 可以代表自己的看法了 你此去梁山 身为朝廷的使臣 万不可 卖言贼寇 失了朝廷的刚技 乱了国家法度啊 瞧瞧瞧瞧 这就是大宋朝廷的扛把子 明明有大财 偏就用不到正地方 注意人家强调的重点 不可失了刚技 乱了法度 行了 有了这个具体要求 蔡京就能顺势推出自己的人 为确保你能切实捍卫刚技 维护法度 我专门为你挑选了一位 略知法度的张干伴随行 定会助你一臂之力 领导发话了 而且还有着那么多的框架限制 陈宗善还能说什么 谢谢人家吧 多谢太师关照啊 只是 有了李渔侯和张干伴随行 陈宗善的朝廷计划 还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梁山好汉们面对朝廷朝廷 又会有何种反应呢 公民哥哥的朝廷之路 仍在继续